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电脑端在加入视讯会议之后的可以使用的功能 因为电脑端的功能比较多 那一样在左手边的地方 这边一样可以控制自己的麦克风或者网路摄影机的开或关 那如果你是电脑有安装比较多的麦克风 比如说网路摄影机上面有一支 然后你自己又带了耳麦 那这样可能就会有两个以上 那这边都可以做麦克风跟喇叭的选择 看你要使用哪一个麦克风 然后另外在视讯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如果两个以上的视讯 这里还是可以多做自由的选择 然后一样可以做开关 点一下就关掉 点一下就开 那这个都是属于自己的设备的部分 自己的设备的部分 然后在右上角这里 右上角这里呢 它可以切换你的观看的模式 那现在这一个是可以看到每一个参加视讯会议的人的模式 那所以如果在这个模式底下 你会看到所有的参加会议的人 然后其中呢 讲话的那一个会被框绿色的框框 那如果人很多超过画面的容量 它会出现那个左右的箭头 你可以切换到下一页 看看还有哪些人参加 那在你们的画面里面 你可以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那个麦克风的选项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做控制 好 那另外呢 在 如果你切换到发言者视讯 是画面 这个视窗呢 就是 所有其他的参与的人 会出现在上面 会变成小画面 然后只有讲话的那一个人 会变成大画面 这个叫做发言者视窗 那这个也 这个通常用在视讯会议 视讯会议里面 我们会切换到这个画面 还有比如说 远距教学 如果我们需要某个学校 他的那个画面 就是那个学生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也会切换到这个画面 那如果是一般的交谈 大家互相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会切在这个 切在那个分割视窗 这边可以看到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人 那或者是说 我们希望一个大合照 那每一个学校都要照到 大家都一样大的时候 也会切换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属于画面的控制的部分 那另外 在开会的过程中 开会过程中 如果你想跟预会者做讨论 这边会有一个聊天的视窗 跟预会者的视窗 那这个聊天的视窗在这边 这边会有点像那个即时通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讲话 然后送出去 这边就所有人都可以在聊天的视窗 看得到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像即时通的地方 那我们通常在开会有时候 会 会希望他们签到 会议主持人就是 或者联系主持人助理那边 他可能会需要搜集一下大家的签到部 那就会请大家把这个 职称姓名打进去 然后到时候呢 那个助理就可以把这 这对话内容全部 复制下来 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签名 这也是其中一个功能 那或者是说讨论的议题 发言条 那个记录等等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贴上去 然后这个 刚刚那个是聊天的功能 那这边可以看到所有的与会者 就是与会者通常会出现在这边 那 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做 做把你的自己的名字 做改姓名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刚刚在进来的地方 没有输入到你的名字 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改名字的 好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谁是主持人 谁是主持人 好 那如果你有想要讲话 你这边点举手 那主持人那边就会看到你的举手 然后就可能就帮你把麦克风打开之类的 好 好 那这个是与会者的功能的部分 那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 通常我们在报告的时候 我们会分享你的文件 好 你的简报 那所以在共享萤幕这边 你可以把共享萤幕打开 然后选你的萤幕 就是你的桌面 电脑的桌面 好 那 就会出现你的电脑桌面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你平常 你要讲的简报 好 就直接 在你的电脑里面打开 这时候大家是都看到你的画面 好 这时候大家都会看到你的画面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做讲解说明 好 直接做讲解说明 那 好 那么另外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文件说明讲解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在你的文件上面做一些助记 那这个地方可以开启共同助记的功能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类似可以做助记的功能表 让你可以 嗯 选择画线啊 或者是打文字之类的 那你选好之后 选颜色 选好之后 就可以在这上面 好 直接 画线 助记 做说明 好 那 当你开启共同助记之后 别人也可以在上面 在画 萤幕上面画 所以如果是别人在上面画 这边一样可以看得到 好 一样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这个叫共同助记 好 那要清除的话 这边可以清除所有的皮柱 好 好 那 如果你要跳出这个 呃 共同助记的 部分 那你就要把它打擦 好 把那个刚刚那个助记的工具打擦 它才会停止助记的功能 好 那另外呢 如果说 这比较特殊 就是说如果别人在分享文件 或者你在分享文件 或者你在分享文件 然后别人想用你这份文件做说明 它就可以请求远端控制权 好 这叫远端控制权 那看你是接受请求的 还是你要去控制别人 好 在 就在这边做设定 好 在这边做设定 好 那所以当别人在讲 讲他的文件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要求说 哎 我要 用你这份文件做说明 那你就去 请求 你就 请求远端控制 那他就要接受控制 他的电脑控制权就可以交给你 好 那么当你 这个文件说明完毕之后 你要把画面回到大家讨论的画面 那你就可以停止共享 就会切换回大家的这个视窗 好 那这个是在 一般我们参与会议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好 那另外如果你是主持人 如果你是主持人的话 你这边还会有一个录影的功能 好 那这个录影的功能 通常我们会在 如果这个会议需要录影 我们会在一开始就 主持人就直接按下去 好 就可以开始录影 好 那一样这边是结束会议 好 所以当你会议结束之后 点了结束会议 好 然后就可以整个结束掉你的会议 那如果你只是离开会议的话 那你的主持棒就会接给下一个人 好 那我们就把会议给结束掉 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参加会议 跟主持人控制会议的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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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